金山香就位于贺兰山下 是贺兰县内离贺兰山最近的地方 养羊是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延续了千年的传统 这里出产的羊肉是宁夏最出名的特产之一 金山香也以金山羊肉为主导 打造着这里的旅游休闲产业 大铁锅炖金山羊是当地最为著名的一道名吃 这口大铁锅是可以供全村乃至全乡百姓吃羊肉的一口铁锅 每年的秋末冬初村里就会举行一次金山羊肉的盛宴 金山羊出产在贺兰县金山香 其筋骨极好又是吃贺兰山的白草 和贺兰山的泉水长大 凭借肉嫩味鲜三味小的特点 深受食客的欢迎 全村一百多户人家家家养养 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而如今的金山羊肉更是供不应求 张宝国是远近闻名炖制金山羊肉的行家 主打的就是大铁锅炖金山羊肉 他对羊肉的拆解虽然看似随意 其实却有他对每一块羊肉肥瘦搭配的奥妙在里面 而且每次炖制之前都会加入自己的秘方 烧火的木材和火候都极其讲究 先用硬木即烧 之后是炭火微炖 其中的奥妙也只有他知道了 不过他正是通过自己的独门绝技 赢得了享誉远近的名声 老爹老妈过去动养入动得好 所以后来就人家一万 你开这个农家了 开起来以后 生意还挺好的 人就越来越多了 今天的张宝国盖起了十几间的房子 伴着农家乐 开着汽车去采购 田园和城市的交融 让他变成了新一代的农民 自家像这样 可我们人越来越多了 所以现在收入比过去 有几百多 收入的改善 也让这里的村民和张宝国一样 致富的心思活络起来 加上近年来 赫兰县大力发展 一村一品 如今的金山乡里 道路整洁 绿树低垂 粉墙上还画着 唯妙唯孝的民俗人物 一幅崭新的乡村振兴画卷 正由此缓缓展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